這裡是習題2-1 我們看到第一題是非題 他說空間坐標中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XY平面的法項量應該是什麼 XY平面上的 那個 Z坐標一定都是0 Z坐標是0,所以它叫做Z等於0 Z等於0的話,它的法項量就是001 好,這是第一題 再來看,所以第一題我們選XX 來,第二題呢 這兩個平面E1 and E2 很明顯他們的 係數 2-13跟4-26 乘比例 既然法項量乘比例 則平面會平行 好,所以第二題我們選圈 再來請看到第三個 這個第三個 Z軸上的坐標 一定是XY都等於0 那我們把XY等於0代入 即可得到Z等於2才對 是Z等於2 所以它是交於002 好,所以第三題選X 好,再來我們看到第四題 過AB兩點的平面 很顯然的 過兩點的平面應該有無限多個啦 所以沒有辦法確定 沒有辦法確定 所以第四個選X 好,第五個呢 很明顯嘛 1-23就是這個平面的XYZ的係數 那就是它的法項量 所以第五題是選圈 好,以上是我們的第一題 好,這是第二題 我們看到有ABC三點 球過這三點的平面的方程式 那很明顯的我們要在這個平面上找兩個向量來外積 好,首先呢 我們先找到 AB向量跟AC向量 就是用後 點,點前點 叫後點前 得到AB向量和AC向量 我在這裡 那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兩個向量 把它外積起來 外積起來 外積起來 外積 是用什麼 外積的數字這邊就不計算 就是 抄兩邊去頭尾 那這個法項量一定會平行 這一個 -21-3 那我們就 取說N法項量就等於這一個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令這個平面方式叫做 2X-Y加3Z加珠等於0 就是用它的 XYD的係數 最後再把A點帶進去 因為A點在平面上 得到小珠等於-4 就可以得到這個平面方程式了 好,以上是第二題 好,這是第二題 我們看一下題目 他說 E1通過ABC3點且與 這個E2是平行的 好,那所以我們要求的是 小A&小V 那你很明顯看到 這個ABC3點 分別是FYZ軸上的結距 所以呢,我們可以 用結距式來令這個平面方程式 好,那我們就令這個平面方程式 E1長成這個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結距式 我們會把A跟B還有那個4寫在分母 然後呢,再來呢 我們會發現說這個平面呢 要跟E2是平行的 平行的話呢 所以一定會怎樣 他們兩個的法項量 這個2-13是E2的法項量 會和原本的這個法項量 會怎樣 成比例 所以我們他會有一個T倍的比例 好,那就很明顯 你把它展開之後發現第三個項量 第三個分量 T乘1四分之1要等於3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用這個比例式去推換回去 小A會等於6 小B會等於-12 那那個T就是等於12 好,那就得到AB的一個是6 一個是-12 好,以上是第二題 好,我們看到第三題 我們發現說 他說要求A點和B點的垂直平分面 就是中垂面的意思 那所以呢,那個AB 就會垂直平面嘛 所以AB這個項量 就一定會平行法項量 那這樣就結束了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取這個法項量 我們把它約分 叫做3-12 那我們直接用3-12這個法項量 來做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 這個平面方程式 叫3x加y加2z加珠對0 那怎麼求這個小珠 因為是中垂面嘛 是垂直平分面 一定過AB的什麼? 中點 那我們就把AB的中點 A跟B的中間那一點 中點 把它帶進去這裡 就可以得到小寫的珠 叫做-10 就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這邊 所以就得到平面方程式 以上是第三題 我們看一下第四題 他說有兩個平面 那他的夾角是Sida 那我們要求他的SineSida值 要求平面的夾角很明顯 就要利用他的髮向量 髮向之後來利用他的內積 那就會跟角度有關係 你會發現E1的髮向量是E2-E 那E2的髮向量是321 就是他的XYZ的係數 然後呢我們利用這個 內積的公式 Cosida等於這樣子 長度在分母,兩個相成,然後樓上是內積 好,所以 兩個內積出來是7分之 根號21 那這裡是Cosida 那我們今天要求的是SineSida 那就很明顯SineSida跟Cosida有一個什麼 SineSida跟Cosida有一個什麼 SineSida加Cosida等於E啦 但今天為什麼在這裡不用加上正負號呢 因為夾角不會超過180度 所以兩個平面的夾角不可能超過180度 所以我們不取負值 好,所以這樣算出來是7分之 2跟號7 就把這個1-Cosida 然後把這個Cosida帶進去 我們今天不取負的喔 好,這是第四題 好,那我跟第五題一起講 好,那第五題是什麼? 很明顯的點到平面的距離 把點到平面距離公式帶進去 OK 就是什麼分母是係數平方和開根號 好,這個小寫的珠是距離 距離小寫的珠 是距離符號 Distance Distance Point點 點到平面的距離 那樓上呢 就把這個313 把它這個帶進去 XYZ把它換成313 帶進去 那樓 記得樓上面加上絕對值 因為長度沒有負的 好,以上這是第四 好,我們看到第六題 他說如右圖 有一個長方體 AB等於4 A珠等於8 AE等於12 丘A點到平面B珠1的距離 那很顯然的 我們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給它 做標化 好,那我們就畫出它的 直角坐標性 我們選擇了A當圓點 我們選了A當圓點 好,那所以我們坐標化之後 A就是圓點 B就是400 珠點就是080 E點就是0012 那我們發現B珠1這三點的 坐標剛好都是XY軸上的 XYZ軸上的結距 那所以我們這個平面方程式 就可以用結距式來表現 有沒有 好,那這個結距式呢 再算點到 面的距離的時候 不好算 因為它有分數 所以我們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平面的一般式 我們不要用結距式去算距離 我們用一般式 好,就會得到這個一般式 就是大家同乘 24 就是同乘它的分母的最小公倍數 好,然後最後呢 這個A點呢 A點到這個平面 A點就是什麼 圓點嘛 那就等於是圓點到平面E的距離 就是A到平面的距離 那就把000代進去XYZ 把000代進去XYZ 就得到這個平面的方程 得到這個點到面的距離 好,以上是第六題 好,我們看到第七題 它說有一個平面E和E1 這個E1 它是平行的 而且它們平行之間的距離是3 那球E的平面方式 那它這很好心 已經告訴你有兩個答案 因爲什麼 我們站的平面呢 有天花板嗎 那那個地下室 它的我們的底下去也有一個平面 所以一定會有兩個答案 好,那我們當然呢 就假設什麼 假設我們要求的這個平面 因爲什麼 法項呢,就給人家一樣 就只有 係數最後這個長數項不一樣而已 就是E平面 就這樣假設 就這樣直接抄下來 X-Y-Z-K 就是因為平行嘛 那之後呢 利用什麼 兩平面的距離公式 OK 所以什麼 這裡用這個K 去減掉這個7 當作樓上 記得加絕對值 面到面的距離 這D是Distance 距離Distance 好,分母一定是 開根號什麼 1平、2平、2平 好,那它距離 它規定的有3 好,那因為這是有絕對值 所以一定會有絕對值 脫掉要記得 加上正符號 OK,所以K會解的是-2和16 我這K給你解一下 好,那就把這個K-2帶回去 這把這個16帶回去 會到兩個平面 好,以上第7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進階題 第一題 他說有空間中有AB兩個點 和一個平面 好,那如果AB直線交平面E與P點 請問AP比BP為多少 好,這個第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先畫圖 好,那它的示意圖 大概是長像這個樣子 好,那你會發現 我們這邊有一個是 平面 然後AB直線交於P點 好,那這裡有一個 A普浪跟這一個 B普浪是AB的什麼 是它的同音點 好,那我們這邊再說明一下 A普浪B普浪就是AB在平面E上的同音點 那所以很明顯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欸,這兩個 那個PAA普浪跟PB普浪是相似的 好,那我們如果要求AP比BP A是不是就剛好是 因為相似嘛 所以就是求AA普浪比BB普浪的比例 A普浪是A在平面E上的同音點 那B普浪也是B在平面上的同音點 那很顯然的剛好就是什麼 就是點到面的距離公式 欸,所以就是距離A到E的距離 比上B到平面E的距離 好,那我們就把那個A點喔 跟B點分別帶進去 點到平面的距離公式 好,會得到這個傢伙 好,那得到這個傢伙之後呢 欸,你就會發現說 那分母都一樣嘛 分母都是一瓶、二瓶、三瓶加起來 所以就把它消消 消掉之後只剩下分子的部分 很顯然的是 因為記得加絕對值喔 所以記得是7比5 好,所以這題答案就是7比5 好,我們結束這一題 好,我們看到進階題的第二題 他說這裡有一個x-2y加2z-7.0 和後面那個平方和求最小值 好,那在這裡呢 我們不用科西不等式 我們來用另外一種幾何的方式來做 那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發現 欸,這一個x-5 括弧起來的平方 剛好是什麼 加上y-1平 加上z-2平方 這個傢伙剛好是平方和 欸,平方和喔 如果再開一個根號呢 不就是點到點的距離嗎 的平方嘛 點到點的距離公式 然後再看到前面這一塊 叫做x-2y加2z 欸,這個剛好是一個 這個地方喔 剛好是一個平面的寫法 那這個平面的寫法呢 就是 剛好就是說 欸,Q點呢 就是平面上面的任一個點喔 Q點是一個平面上面的點 然後減掉5 減掉z 還有減掉-2 減掉-2 剛好是一個p點 好,那Q點在平面上呢 那p點在外面嗎 那不就變成是什麼 TQ的平方嗎 因為沒有開根號 沒有開根號 好,那他的最小值 當然就會發生在 PQ垂直於平面的時候 簡單講就是那個 PQ要最小呢 就是 點到 面 點到面的距離 那點到面距離 就直接把點到面的距離公式 拿出來用 那點到面距離公式拿出來用 記得 今天因為沒有開根號 所以我們這邊要 PQ要平方 PQ要平方 好,那PQ平方 剛好就是 點到面距離公式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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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就是 把那個 P點坐標 帶進去 OK 那最後得到 9分之64 好 以上是我們的 第二題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進階體 第三題 好 我們題目想說 有一個光線 經過A點 經過A點之後 射向那個平面E 那平面E是一面鏡子 那經過P 平面E上面有個P點 反射之後 會 往那個B點的方向前進 那請問 平面E的方程式 好,第一件事我們先發現說 這個圖形 我們先把這個示意圖畫出來給大家看 大概是長像這樣 從A點出發 打到P點 再從P點 所以 P點再折射到B Boy的那個B點 那你會發現 路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路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好 那我們就先把那個 AP項量跟BP項量畫出來 然後再加上路射角等於反射角 那我們說到 PA項量是後檢前 然後PB項量也是後檢前 好 我們很快得到這兩個項量喔 那我們不小心發現一件事情是 這兩個項量的係數都是122喔 那既然都是122組成的項量 所以它的長度會一樣長 所以它的長度一樣長的話 再加上那個 髮向量 綠色那一條是髮向量 綠色那條就是髮向量 那一個綠色那條髮向量 然後N剛好就是一個什麼 等腰三角形的中線 因為等腰三角形中線垂直且平分 等腰三角形中線垂直且平分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說那個 那個N那個項量剛好就是什麼 就是PA加PB 跟它平行 跟它平行 那個PA加PB就會平行於那個髮向量 好那我們就取髮向量 我們就用11-4當它的髮向量 好那這樣題目就很簡單了 因為呢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可以令那個平面方程式叫做 X加Y-4Z加足 利用髮向量就是它的係數 好然後呢再將P點坐標 因為P點坐標在平面上 好將P點坐標1-11帶進去 求得小寫的珠 小寫的D叫做正式 好這樣就可以得到這個平面方程式 好以上是我們的 第三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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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